大家好 今天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12天啊 今天呢还是有一些事情呢需要跟大家一块来聊一下 首先呢就是俄罗斯呀已经发出了和谈的信号 他这个中间人呢找的是土耳其的总统阿尔多安 这个普京呢已经明确说了他的和谈条件 实际现在呢只有一个了 就是承认克里米亚归俄罗斯 然后承认那个乌东的两个共和国呢 他们是独立的 就是这么一个条件 把前面说的那几个条件呢已经全部都去掉了 就是乌克兰呢去军事化 然后呢不准加入北约 然后呢这个去纳粹化 这几个条件呢已经再不提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谈判的条件来看啊 这个普京呀已经是大大的让步了 他再没有底气呢说以前的几个条件了 所以这个局势呢变换还是挺快的 就是大家啊不要看到这个战场上的消息 是各方面都有 因为我觉得这个信息呢 没有一个是十分准确的 你包括俄罗斯里面说的 他肯定是在扩大嘛 你包括乌克兰这边讲的 也不是完全是那样的 就看我们大家的立场怎么占了 那么我们要看一些实际的东西 比方说谈判的这个筹码 那么俄罗斯降低筹码 那就是他嫌服软了嘛 那么他要是战场上取得了优势的话 他怎么会降低这个筹码呢 他应该是在增加筹码吧 所以大家从这点来判断呢 这个战场上随强随弱呢 应该是最有参考价值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乌克兰这边谈判的筹码是什么啊 你自己去比较一下啊 乌克兰这边的谈判条件是 第一俄罗斯无条件停止战争 撤出乌克兰 第二俄罗斯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公开声明不支持 两个分裂地区的所谓独立 立即归还2014年 俄罗斯通过发动战争 非法侵占的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 第三乌克兰人民 有自主选择国家命运的权利 不管是加入北约 还是拥有核武器 俄罗斯都无权干涉 第四乌克兰无端遭到俄罗斯进攻 造成重大人员上亡和财产损失 俄罗斯必须予以赔偿 并追究承办战争罪犯 第五乌克兰保留进一步追究索赔的权利 大家看一看 现在乌克兰是五个条件 俄罗斯呢 现在只有一个条件了 前面呢 俄罗斯呢 还有三四个条件 现在把那几个已经全部都去掉了 只是呢 一个领土这一项 那么大家去比较一下吧 这个战争的天平到底是在向哪边倾斜 那么我看到俄罗斯的这个条件以后呢 我就想是不是俄罗斯想尽快结束这个战争呀 据消息称呢 俄罗斯已经把他放在这个边境的部队呀 已经全部投入了战斗 这已经是他的最后一搏了 如果战场态势再不能扭转的话 那么他是不是连着最后一个条件也要放弃呢 这样的话很打普京的脸哟 另外他这个吃到嘴里头的肉 特别是这个克里米亚 假如说再按照这个乌克兰的条件 那后续的这个赔偿呀等等一些问题呢 那还是挺多的 我们继续观察他们的谈判吧 因为今天呢第三轮谈判正在进行 那么今天呢还爆出来一个消息 就是昨天呀 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 到访了波兰 然后期间呢短暂的到访了乌克兰 那么他到底去谈啥呢 今天呢美国这边的媒体已经爆出来了 他去谈了一个战斗机互换的这样一个东西 他的意思是啥呢 就是前苏联的这些国家呢 把你们的苏职战机呢 都支援给乌克兰 然后美国呢拿这个F16呢 跟他们换 就是谈了这样一个条件 现在波兰肯定是接受这个条件了嘛 现在的这个F16V这种改进行 明显是比苏职战机的水平高嘛 所以呢波兰是爽快答应了 我想其他的几个国家呢也会答应的 那么据说呢 把这些东欧国家的苏职战机搜刮搜刮的 应该含有五六十架 那么这样的话再加上波兰的战机呢 他们就能形成一定的战斗力 所以这个策略我觉得还挺好的 你比方说直接把这个美式战机 或者是这个北约的战机呢 给到乌克兰 它还存在一个飞行员培训的问题 那么这个举措呢 我觉得对乌克兰呀 是一个大大的帮助 这样的话 它将拥有一支空军力量嘛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聊一聊乌克兰北边这一支长达63公里的俄罗斯军队啊 这支军队呢 在这摆成伊斯长蛇镇呢 到今天已经是第六天了 进退两难呀 而且是前途堪忧呀 很多人呢 还担心这些俄罗斯的战士啊 这些年轻的生命 如果继续这样放下去 他们的命运将会怎么样 对不对 这都是大家所关注的 因为这支部队呢 占到了俄罗斯对乌克兰进攻部队的五分之一 这个量已经是不小了 那么这支部队为什么成今天这个样子呢 那么我呢 总结了几条 大家看对不对啊 第一个呢 就是俄罗斯的这次进攻呢 情报非常不准确 但是乌克兰提前得到了要进攻的情报 所以呢 乌克兰提前又炸毁了很多桥梁隧道等等吧 就是造成了它这个进攻受阻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军功后勤吉仰呀 确实很差 另外呢 普京是绝对的轻敌呀 他只给部队配备了三天的吉仰 想着三天就结束战斗 48小时拿下吉辅 然后抓住哲联司机 72小时呢 扶植魁队政府上台 这个事情就干完了 他想的很美 但是实际在战场上呢 并没有达到他这个战略目标 而且我有些人想呢啊 人们都说这个普京呢 是个硬汉 是个柯克勃出身 那么我反而觉得呢 正是由于他是柯克勃出身 可能在指挥这种战略上面啊 可能还真不行 因为指挥大军团作战 跟你去当个柯克勃 那是两回事呀 你比方说让普京去指挥一个暗杀 指挥一个小规模的突袭 可能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他指挥20万的大军 这需要元帅级别的人去干的事情 他可能也确实干不了 所以他制定的这个战略计划呀 太过于理想化 同时也证明了 他的身边呢 也没有非常精干的军事人才 第三个呢 就是人们说的这个轮胎问题 这个是铁定的事实 就是俄罗斯这么多年呀 没有发生过这个大的战争 这些武器装备呢 年久失修 然后经济补血 这是最关键的 本来这些战车设计的时候呢 装备的都是米其林的军用轮胎 最后由于资金不足啊 改成了中国黄海造的这个 防米其林的军用轮胎 那你说这个质量差别有多大呢 同时我也怀疑啊 由于俄罗斯的腐败也很严重 那么是不是这个部队呀 把很多军费也都贪污了 就是以四冲好 你不说别的嘛 就拿那个单兵口粮来说 你既然给士兵配备的是 2015年就过期的单兵口粮 同时在中国的淘宝上呢 卖的有大量的这个俄罗斯军用口粮 对不对 那么这些口粮咋出来的呢 那肯定是把现在造的 拿到中国就卖了换钱了嘛 不然要打仗了 只能把以前库存吉亚的 拿出来配给战士 你说俄罗斯这个到啥状况了 我觉得可能中国再要打仗呀 还不如这个情况呢 还有一个佐证呢 就是昨天啊 明斯克的军火库爆炸了 这个军火库呢 储存的有六分之一 俄罗斯的军火 那么就说呢 这个是不是乌克兰的人炸的 这是一种猜想 那么也有人猜想呢 是不是他自己人炸的 因为这个可能就跟中国的粮仓一样嘛 他早就把里面的东西倒空了 对不上了 现在打仗了要从里头掉军火呀 这个军火速扣不上了 所以这些人为了逃避责任呢 就把军火库炸了 就跟中国那个烧粮仓一样 有没可能性 所以这个腐败呀 一定会俯视国家的更新的 他这个轮摊质量不行呢 就是造成大量的这个轮式装甲车呀 在行军的路上抛锚 那么抛锚以后就造成这个交通堵散 而且他不是一辆抛锚 是很多辆车都有这样的问题 特别是在通过这种泥泞地方的时候 这个轮胎就会增加这个扭矩 他这个轮胎的这个侧臂呀 因为年久时就变得非常脆 就容易爆胎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现实状况 他不是个案 造成塞车呢 这个有直接的关系 第四呢 就是乌克兰这边的战术呢 彻底改变了 就没有跟他拿这个大军团在这硬扛 就是派出小分队 使用最先进的凡坦克的这种单兵导弹 目前呢就是这个标枪导弹吧 进行呢这个袭击 而且袭击的目标呢 就是打俄罗斯的后勤部队 这个挤仰车呢 油罐车 包括一些通过地方的这个桥梁 全都给你炸了 让他这个后勤补给跟不上 那么这些军用装甲呢 就是走到一定的时候呢 他没有燃料了 他也只能就地带员 那没有别的办法 这些坦克装甲他没有油呢 就是废铁一堆嘛 而且这些车堵在这个地方呢 交通混乱 从那个照片上来看 一条公路上有些是四条车都并到一块 整个把这个公路都是堵死的 这样的话就是 有一些后勤物资送上来 也没有办法合理的去调配 所以这个车队现在只能压到这 他根本就动弹不了 另外乌克兰这边 可能也就是盯着你这个的 就是在这个前方跟最后打击你 让你这个车队动弹不得 最后呢就是现在的天气 本来普京计划的呢 是在二月初呢就对乌克兰进行攻击 但是呢这个习近平呢 让他把这个推迟一下 推到这个冬奥会之后 这样一推迟呢 动土呢开始融化 现在道路非常泥泞 这个坦克装甲部队呢 就不能下公路 下了公路呢就被陷入 所以他只能归缩在公路上 他不敢离开 而且小部队呢也不敢脱离大部队 你一旦脱离呢就容易被别人歼灭 现在更惨的情况是啥呢 据说呢这个乌克兰的参谋部呀 采纳了中国网友的建议 就是从严关于那个水盐基金 就是在这道路两边呀放水 现在本来就是春天 再加上他放水以后 我们从这个照片上看到啊 这个公路两边很多地方呢 都变成了一片泽国 那么这样的话他更没法动弹 所以俄罗斯的这个63公里的车队呀 基本上就在这废了 现在如果说吉养再给不上去 那么这些士兵的生活都成问题 还谈什么打仗呢 那么从现在战场的态势来看 这支部队最后能不能退回去 都成问题了 没准俄罗斯战败以后呀 这些东西都留在乌克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辅北边的这个 63公里的这个军用车队呀 最后的命运呢 就是全军覆没 好吧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 明天我们看有什么重大的事件 再跟大家聊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